Hello,大家好,我是奢利时,多伦多的地产经纪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Richmond Hill的Ruchwoods小区看一看 大家都知道Ruchwoods学校好,交通发达,生活便利 住在那里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去现场体验一下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房子位于列治文山Ruchwoods小区的Germany Germany这条小街呢,是Ruchwoods里面最好的列治之一 它的特点是没有半独立或者是正屋,全都是双车库的独立屋 而且呢,它是45尺的面宽 所以在这个小区里头,你会看到的房子就是凑陋有致 而且感觉它特别安静和整齐 这个是Rose Haven建造的2525尺的固形 那这个固形呢,是9尺头底 然后呢,它把它做成了Smooth Sealing 就是我们通常是说的平底 这个房子呢,现在的屋主是Original Order 就是它从建商那里买过来的 它非常爱干净,保养得非常的好 这个呢,是3-sided Guest Fireplace 就是Family Room和早餐区 还有这一块都能够感受到它的温度 这个呢,是Family Room 它呢,做了一些升级,这些新的射灯 然后它把屋顶换了 Furnace还有空调都是最新更换的 还有一些春户 这个房子呢,它还有一个特点 它就是可以从春户进来以后直接下地下室 后面呢,有一个侧门 然后也可以从自认进来以后下地下室 完全和它的这个活动的生活空间是分一个开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二楼 四房两位 这是主卧 潮南 非常宽敞明亮 晴天的时候坐在这里 你能听见阳光从窗外滋滋流过的声音 这个主卧它一共有两个closet 一个是步入式的,一个是壁式 所以漂亮的女主人有多少衣服也不愁没地方放 主卧的洗手间面积很大 装的是感应灯 这个洗手间一共是五个piece 包括两个洗手台 抽水马桶 还有浴缸和淋浴间 主卧外的这个零年closet是双开门的 比一般的要大 里面可以收纳很多东西 这是另外的一间卧房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洗手间是双向开门的 关上一个门就是套间 打开 三个房间可共享这个洗手间 这间卧房是casital ceiling 特点就是 两个相等的倾斜侧面 在中间的脚高点相遇 这个设计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这一块有个窗户 它实际上是在门廊上方 门廊上方的这个窗户 让室内不需要填窗 也采光很好 总结一下 这个房子45尺面宽 建于2000年 9尺楼底 6700多地税 有劣势最好的小学和中学 都是9分以上 今天的缺业离看房就到这里了 心动的你请联系我吧 让我做你最信赖的投资顾问 另外 你对多伦多房产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 我来帮你解答 我们下次见